翻译&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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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大力 那今天要跟各位讲的题目是呢 我们的路 它们的墙 那为什么我们的路对它们来说 是像一道高墙一样 各位可以看到这张照片 底下是我们的马路 对我们来说是相当方便的马路 这个是在玉山国家公园的塔塔加游戏区 但是呢对有一些动物来说 这样的空间对我们来说 却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马路上 它架了一个绳子做成的网 那这个绳子做成的网的桥呢 这个就是希望让一些野生动物 尤其是台湾蜜猴 可以走过这一个天桥 然后避开走在马路上 避免被车子撞到 对我们方面的道路却对它们有 这么强大的一个影响 这些道路会对生物 会有哪一些层面的影响 那它对环境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在这些影响之下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做 或是每一个人的举手治疗 可以怎么样做来改善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这个名词英文我们把它叫做road kill 动物在道路上被撞死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road kill 叫鹿沙 那到底有多少的动物它命上轮下呢 我们要了解这样的现象 其实不是非常容易 要做相当大规模的补查 那在台湾呢 我们已经开始尝试做这样子的一个评估 那在国外呢 我们可以看看 现在图上的一只鸟就代表 一年有10万只的小鸟被撞死在马路上 所以像丹麦它的估计是在327万只左右 那英国的话更高到400万 保加利亚的估计在700万只 然后瑞典的话是在850万只 那德国的话是在940万只 所以你可以想象 这是一年的下来被 这些野生动物在道路上被撞死的数量 所以稍微算一下 没想到一天之中 我们每过一天就有这么多野生动物 死在我们开发的道路之下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现象 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 这也是一个造成他们数量下降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欧洲整个地方的话 大概是2亿7千万只左右 每年会有这样子的数量 那为什么路沙它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那为什么在台湾最近这几年 开始受到重视呢 可能是一方面说 我们都没有仔细的去注意这件事 或是说都放在每个人的心里 但是我们没有想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全面改善这样一个现象 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因为台湾的动物都非常的和蔼可亲 甚至你撞到它了你不会有感觉 所以你撞到它的时候 不会威胁到你的生命财产 在国外的时候 它们的路沙是非常不得了的 它撞到的可能是大象 袋鼠 或者是老虎等等这样大型的野生动物 但是在台湾比较少 有这样大型野生动物啊 所以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它不会威胁到驾驶人 所以这样的主题就比较不会 在台湾比较没有受到重视 那最近我们开始重视这样子的议题 那我们在过马路的时候 其实跟动物过马路是一样的一个现象 那人类在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些设施来帮助我们过马路 比如说像天桥 地下道 斑马线 红绿灯 或是需要交通警察的指挥等等的 但是要让动物过马路就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的 人类在过马路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么多的设施在帮助你过马路 但是每天还是偶尔会听到有车祸的事情 状况等等的发生 那要让看不懂这些符号 文字 指示的动物来过马路 那又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了 所以就好像说我们要通过一条道路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一个设施 让这些野生动物可以通过这样的道路 就必须是我们所要想的 而且每一个动物它会容易被撞到的地方 它的行为 它的习性都不完全一样 所以有些差异非常多的状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去设置 适合每一个野生动物都可以通过这样的设施 来帮助野生动物过马路 就会是需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所以像这些设施要设在哪里 这些动物它有没有意愿要通过这样一个设施 它没有要走 那这些动物到底走不走得过去 那我们设置了之后呢 这些成效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获得改善 我们要怎么样来评估 都是在设置这些设施的时候 我们所要思考的一些问题 那这样会影响野生动物穿过 其实不只是只有道路而已 这样子的建筑物我们通称把它叫做 线状基础建设 那这些线状基础建设呢 包括说像除了道路之外 包括缆车 铁路 电缆 油管等等的 或是说像海边的锋利发电机组 或是说像消坡块 这些在地图上呈现线性的人工建筑物呢 都是影响各种野生动物可能的一个设施 那这样的设施我们就把它通称叫做 线状基础建设 在这些线状基础建设之下呢 有不同的生物会在这个设施底下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首先我们要先做的是确认这些 路沙最严重的热点到底发生在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是这些生物最容易被撞到的 所以车子多 然后生物也多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发生路沙 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样的现象你不容易在都市里面看到 因为动物它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有时候在高山上你也不是很容易看到 因为那里的车流量没有这么大 所以反而是在车流量大 然后生物又还蛮多的地方的时候 就很容易遇到 比如说像农田 或者是像一些礁山浅山 这些地方反而是 我们认为是一个路沙很严重的一个热点 就要在这地方开始着手 设置这样的减缓措施来帮助动物解决问题 那这些减缓措施呢 有包括几种 其中一种最简单的就是通道 那这些通道呢 它通过路面以上的 我们就把它叫做天桥 通过路面以下的就是我们的地下道 其实概念是一模一样的 那当然也有说像 我们在当初在设计道路的时候 就应该要避开这些生物所生存的基地 这样绕道也是一种做法 或是呢我们设置一些警示牌 来提醒用路人说 这里是生物比较多的地方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应该要减速慢行 要留意四周 那或者是说用这样子补偿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漆地当中 设置了一些设施或者是道路的时候呢 我们把原本因为开发而丧失的漆地 在另外一块地方把它补回来 这样的概念我们把它叫做补偿 透过这样的补偿的方式 让生物可以有另外一个 比较安全的漆地可以栖息 那此外呢在道路的两周 设置围离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这也是一种减缓措施 避免让野生动物误闯到马路上面去 但是呢仍然是有些状况 你会想像说 有些围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被动物穿过 但是有些对有些伸手矫健的动物来说 反而是很容易穿过的 所以呢我们在设置这样的围离的时候 其实就要思考说 我这个围离有没有办法有效的 挡住野生动物 让它不要闯到马路上 那以上这五种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减缓设施 那在这些减缓设施之下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运用 例如像现在可不可以看到一条道路 和两侧是野生动物的棋地 那一般最常见的说 在这些地方 常常发生的路沙的热点是在哪一个位置 那确认这样子一个热点之后呢 我们再设置围离 避免野生动物穿过这样子的围离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道路的两端的开口设置警示牌 我提醒用路人到驾驶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应该要小心 然后在道路的上方设置通道 也就是在道路以及路沙的热点上方 设置让野生动物通过的通道 那像这些围离呢 当有些野生动物 例如老鼠啊蛇类这些生物呢 它在活动的时候 它遇到围离或是墙壁的时候 它就会很习惯地沿着墙壁的边缘去走 那我们运用这样围离跟通道的辅助呢 就可以让这些野生动物沿着围离 然后沿着围离的边到这个通道 天桥或地下道的入口 安全地穿过马路 用这样的综合各种设施的效能 来改善这样的现象 我刚刚提到的围离呢 就有好几种不同的设计 是针对不同的野生动物的 如果只是一般的围离的话 它可能可以挡住一些 不太擅长攀爬的野生动物 但是如果有一些野生动物 例如像攀木蜥蜴啊 这些很容易爬的 你就需要说上面的 围离的上方 我就需要再做不同的设计 来避免让这些野生动物 爬过围离 然后进到危险的马路上 在设置之后呢 这些野生动物被入杀的频率 应该要有明显的下降 那在这些设施设置了之后呢 这些生物也就是道路两边的 生物的数量应该要增加 如果我们在设置了设施之前和之后 可以看到这两个现象的话 就表示说这个设施设置下去 是有效果的 我们让死亡的状况减少 然后让这些生物的数量 可以再增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评估的方式 那但是呢 这些减缓设施 我们虽然看到基本的概念了 但是其实在每一个不同的现场 我们所要做的评估跟考量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在不同的现场 环境以及你目标所针对的生物种类 会有不同的设计或方法 所以设置这些减缓设施的话 设计的状况会完全的 几乎会完全的不一样 但是基本的概念会是一样的 例如像这个是 加拿大很有名的一个班夫国家公园 那它在它的道路前面 就设置了这个非常巨大的天桥 它的天桥上面可以宽到十几二十公尺 让动物可以自然而然的从两旁的森林 然后走到天桥上面 那不会完全有突兀说这是一个天桥 因为它在天桥上面呢 也种了很多当地的植物跟树种 然后让这些生物呢 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森林的环境 然后就默默的就走过了这个天桥 然后不会察觉说 其实两边或底下其实是人车在经过的道路 这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在台湾又可以怎么样来做呢 其实我们在台湾尝试评估这些野生动物被撞死 像这个灵脚销在台湾还算常见的一个猫头鹰 它在鸟类入鲨的排行榜里面就排到第三名 因为觉得说是不是我们晚上在开车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好好地为这些野生动物做一些考量 然后让这些野生动物在平常在活动的时候 就受到我们因为了交通的需求 受到因此的丧失它的生命 那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一些同事就尝试的设立了一个团体 我们叫做路沙社 因为我们把这个社团放在脸书上面 那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经费的支柱 我们只是说那既然这样 我们看到野生动物被撞死的时候 我们就把一些资讯先放到这个社团上面去好了 然后之后我们再想想看可以怎么处理 这个路沙社的成员就包括像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德恩先生 还有中央研究院的庄廷瑞先生 以及中央研究院的邵广招先生 那他们跟我们一起合作呢 我们主要成立了两个网路的平台 一个是在脸书上面的社团 我们把它叫路沙社 那我们也成立了一个网站叫做 台湾野生动物鹿死观察网 我们会把路沙社所收集到的资料 汇整到这个网站上面去 所以你只要打roadkill.tw 就可以连到这个网站上面去 那我们用路沙社运作的方式很简单 我们只要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几乎都有这个智慧行动装置 智慧型手机 然后这个智慧型手机可以上网 可以记录你的GPS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福音 因为以前要让每个人手上都有GPS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现在智慧型手机做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们就运用这样的一个科技发展 让每一个民众他只要在野外 看到路沙动物的尸体 他就拍一张照片 然后告诉我们他所拍摄的时间地点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社团 你不需要知道说这个生物叫什么名字 那当然你知道你也可以把它写上去 如果不知道没有关系 我们背后会有很多的专家 在后面帮各位做鉴定 那鉴定了之后 我们就会在上面标记这个生物的名称和学名 标记了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自动的软体 将脸书上面的这些资料 自动地转载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那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 像这个就是一只台湾夜银 在路上被撞死的一个照片 那我们会提供这些民众一个比例池 这些比例池可以帮助这些专家 在鉴定这些被撞死的生物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讯 那上传资料的时候 你只要写上说你是谁 然后你发现的时间还有地点 甚至有些人比较厉害 他可以提供详细的坐标位置 那后面会有工作人员帮忙做鉴定 所以你不需要知道这个野生动物叫什么名字 你只要会使用手机拍照打卡上传就可以了 设立这个社团之后 至今我们社团的人数 已经成长到超过了6000人 而且我们在国家里面 台湾包括离岛 台风金马这些地区 都有陆沙记录的提供 所以我们在短短的两三年之间 就超过上万笔的资料 进到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这张地图的话 你就可以很明确看到说 其实我们很快就可以知道说 台湾发生陆沙的热点到底会在哪些地方 那也包括说以蛇类来说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不同种的蛇类 它发生陆沙的高峰的时间分别在什么时候 也透过这样的资讯我们可以很快就整理说 原来什么时间点是这些野生动物 最容易被撞到的时候 那整理到去年的7月底为止 我们现在记录的资料里面 大概超过一半以上是爬行类 包括乌龟 蜥蜴和蛇类 这一类的野生动物一半以上 那大概有20%是鸟类 那10%是氧气类青蛙这一类的 那10%的话是小型的哺乳动物 那另外剩下7%是甲壳类 各式各样的螃蟹等等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张地图 它是全台湾便利商店分布的一个地图 你会看到台湾便利商店的密度 真的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那我们也运用这样的便利 我们让每一个民众 如果你愿意的话 除了拍照打卡上传之外 你还可以把尸体给捡起来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把它捡起来包在塑胶袋 然后用便利商店的冷冻载集片 寄到我们特生中心 那这样一个尸体 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生物标本的来源 不管这个尸体被撞的破损的程度怎么样 它就算只有一根羽毛 或是只剩下一根骨头 或是只剩一张皮等等 就算它很破碎 我们仍然有一些部分可以把它留下来做标本 那这些标本呢 就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素材 或者是说推广教育的使用 或者是说在博物馆展示用的一些教材等等的 所以呢 虽然这些动物已经命上轮下了 我们除了要解决这样的现象之余呢 我们不要让这样的野生动物白白的死去 我们让它的尸体可以发挥更高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透过便利商店的冷冻载集变 然后会有我们这边 也就是收件人会付费 所以各位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费用 只要你愿意做这件事 那这就变成我们 收集野生动物标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当然有些时候呢 民众会困扰的是说 诶 我在上面的品名要写什么东西 如果我写龟壳花三个字 那个送货的先生可能会吓到 所以有一些就会帮我们写冷冻肉品 或是这样 这张看到的它上面写人生机这样子 然后透过冷冻载集变寄到我们中心来 所以像这是一支台湾夜莺的照片 它其实身体已经被撞得很破碎了 但是它的尾巴 翅膀和脚 其实我们把它重新整理之后 还是可以作为有价值的一个标本 那有一些野生动物被撞到 尸体没有很破碎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更完整的标本 这些都是发挥这些野生动物 它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它的尸体仍然可以发挥更高的价值 那当然有一些参加我们这个社团的民众 他觉得这个很有趣 他就把这样的心得寫 投出到报纸上面去 所以他认为说原来捡尸体也是一种流行 大家看到这样的标题可能觉得很震惊 那其实你在做的是对生物 对自然都能够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但是没有野生动物被撞死就没有关系了吗 就是道路的开发 对环境跟生物的影响 只是生物被撞死这件事吗 其实不止 在除了鹿沙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鹿沙只是小小的其中一项 这道路对环境的话 可以分成有非生物的影响 生物的影响和鹿網这样的影响 那它对道路附近的水文 空气 土壤 环境 生态等等 都会有不同的层次的影响 所以一条道路的开发 其实它对生物和环境 可以分成很多细节的影响 所以鹿沙只是其中小小的一个环节而已 那这样的一个研究主题 我们就把它叫做道路生态学 这些道路它在开发的时候 会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在全世界都在着重的 一个很重要的研究主题 那我们再看透过台湾一些资料来看 在都市的面积以及道路密度增加的状况下 那个地方的鸟种数都会随之下降 所以说其实都市的面积和道路密度 越高的话 这些生物的生物多样性它就会越低 这是全世界都能够看到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道路它开发的概念就像是这样子 今天一块完整的栖地 上面有各式各样的野生动物 那我当道路开始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这个道路切割一分为二 那原本大的栖地 就会变成两块比较小的栖地 有一些生物它只喜欢在 面积在某个程度以上的栖地 它才有办法生存 如果你把它切割成好几个小块 虽然说它的面积没有下降很多 但是当你把它变 从一块大的变成好几块小的的时候 有些生物它就会从这样的环境自动消失 因为这些小的区块 它没有办法提供它足够的生存支援 那当它又没有办法穿过这些道路 来获得其他的生存支援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在这些零碎的小块的 环境底下活下去 这是道路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说道路的开发 它其实代表的不只是交通的便利 或者说它会害野生动物被撞死 会污染周遭的环境等等 其实当一条道路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人带到大自然里面去 把人带到大自然里面去之后 未来可能就会发生各式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道路的两边 会开始有人开墾山坡地 有些会需要建造房子 有些会建造不同的建筑物 会需要加设护栏 加设路等等 所以当一条道路它在开发的时候 它开发之后 它后续或产生的影响 对环境的影响是更大的 这张照片各位看到的是在台湾 这是台湾的清净农场 当你到清净农场 往对面的山上去看的时候 你看到的画面就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一条道路开发了之后 它连带产生的是将 它有可能是将更多更多的开发 带到我们的自然环境里面去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开发道路的时候 必须要先审慎地评估 这条道路它到底有没有必要性 是不是我们真的非得需要 这样子的道路不可 还是说我们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案 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这真的是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话 我们才决定来开这条道路 所以在开道路之前 审慎地评估它的必要性 其实是最根本的一个工作 在事前要先想清楚 我是不是要真的来做这件事情 我如果要开这条道路的话 我能够在哪些地方做补偿 做改善 来降低这条道路对生物 对环境的影响 这些都是在道路开发之前 所应该都要考量的一些事情 所以如果只是设置天桥地下道 其实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它或许可以拯救一些野生动物 但是这些道路在开发之后 它所造成的影响还有很多 我们无法只是设一个天桥或地下道 就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在道路开发之前 先审慎地评估 开发的必要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此当一条道路它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道路对生物以及环境的冲击 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只是有些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地 慢慢地变强 有些我们可能感受不到 等到它变得非常严重的时候 我们才已经警觉到它的严重性 但是如果要等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做改善的时候 可能就已经来不及了 因此最重要是要再审慎评估 这条道路它开发的必要性 如果有必要 那我们就尽可能把这条道路开发之后 对环境的冲击降到最低 这样才是在开发一条道路的时候 比较完善的做法 我是林大力 每个生命都需要安全回家的路 谢谢 拍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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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